石一公,1967年5月5日,出生于河南郑州,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,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。 中国科学院院士,结构生物学家,清华大学教授,曾获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至生命科学奖,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,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,西湖大学校长。 2008年,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建,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,石一公拒绝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资助。 陈职回到中国,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,纽约时报曾在名为密室而上,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,的报道中开篇就用石一公作为例子。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罗保特奥斯听策表示,他是我们的明星,我觉得他完全疯了。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学的春天以来,国内科学家被公众的目光冷了太多年,石一公这样的明星科学家,对于中国,对于下一代,太重要了。 原权国政协副主席,中科学院士王志珍说,石一公在中国的土地上,做出了比在国外更好的,更有价值的科学成果。 但不仅至于此,可以说是科学也需要其次的作用。 石一公曾发表演讲,当所有精英都想干兴容,这个国家一定出了大问题,以下为石一公演讲筛录。 如今,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,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,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二十名开外,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慰得地面对这个数字。 我们有十四亿人口,我们号称重视教育,重视科技,重视人才。 我们的科技实力,创新能力,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二十名开外,有的人或许会怀疑,会说我们都上天懒院,小孩捉鳖了。 怎么可能创新不够,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打地了,怎么可能科技实力还在二十名开外? 我想说的是,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,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,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。 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,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,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金筑条约,赔款918000万百亿的时候,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,但打不代表强,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。 我在海外的时候,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,我会拼命去争论,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。 四月份,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,晚宴时,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,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。 他很不屑一顾,我觉得很委屈,很愤怒,但是我听苗淡写的说了一句,不管怎么说,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,你们在哪儿? 但他回敬了一句,让我说不出话,他说,施教授,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,我们能把500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,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 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,比如我曾经所在的清华大学,学生从入学开始,就要接受就业预导教育。 堂堂清华大学,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,都让学生脑子里,时时刻刻,有一根闲要就业,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,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,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,就业只是一个出口。 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,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?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,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,就会提供多少就业? 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,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,会造成什么结果?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,清华70%至80%的高考状去哪了? 去了经济管理学院,连我最好的学生,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,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,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,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,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。 管理学院在清华,在北大,在整个中国都很热,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,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,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。 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,转化不出来,不是缺乏转化,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。 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? 我觉得不鼓励,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猪头鸟,当有人在猪头的时候,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,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,同样有这个问题,什么是创新? 创新就是做少数,就是有争议。 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概念,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,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。 我们有1400万中小学教师,我们虽然口口声声,希望孩子培养创新,独立思考的思维,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? 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,时到尊严又是矛盾的,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,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再见! 谢谢观看